中午11点比赛正式开始,场景随机,请各位选手调整状态,悉心准备。 地下评论数量瞬间刷爆。 过河足啊! 张元清看着角逐八强的对战名单,一阵滋涯,前几天还说这家伙专精洞察,是个棘手的人物,没想到八强争夺赛就遇到了。 不过,当他看见江金卫,V,S,赵承皇时,忽然觉得自己的运气还不错。 小青阳虽然难搞,好歹有办法针对,总比匹配到前三的变态要好。 可怜的金卫张元清在心里为他默哀了几秒,然后查看帖子下方的评论,看看官方行者们的意见和态度。 王菲,做个预测,前十的名单里,只匹配到了两组,将金卫肯定不是赵承皇的对手,估计要无缘八强了,原始天尊和过河足对决,天尊他老人家的胜率更大, 至于其他十强选手,遇到的都是十强开外的,问题应该不大。 来日方长,今天比赛的重头戏就是这两组了,江金卫确实很难对付赵承皇,差距太大了,但过河足和原始天尊的战斗,楼上预测得太早了。 比赛十一点才开始,还有三个小时,这是明着告诉选手们,去准备克制敌人的道具或手段吧。 冰浪加烟法力无编,原始天尊的手段,差不多在对阵茅山术式时用尽,反观过河足,前几次赢的都很轻松,这点上,原始天尊是吃亏的。 如果我是过河足,我现在已经去借道具了。反正只要等级不高于自身两级就行,道具数量是没有限制的。 请叫我女王,但使用道具是有代价的,不可能借来太多,如果我是过河足,我会借一件拥有强力输出能力的远程道具,或者针对原始天尊帮手的道具。 女王说的有道理。张元清在书桌边坐下,铺开本子,制定对付小青羊的计划。 他先把自己的优势,缺点列出来,然后带入到过河足的角度思考问题。拥有洞察专精的我,格斗和射击都是强项,所以不怕对面的夜游神隐身偷袭,相反,这正中我下怀,但问题是,原始天尊有一件道具手枪,威力远超普通子弹。 而身为斥后的我,防御力不行,他若用殷尸纠缠,本体处于夜游状态,在远处放冷枪,对我一个威胁。 所以我要加强一下防御,或回复能力。原始天尊的殷尸拥有很强的近身格斗能力,但对我威胁不大,反倒是灵谱很棘手,需要克制。 双引号。张元清写下,回复或防御道具,克制灵谱道具。 他旋即切换回自身角度,面对过合足这样的对手,近战比较吃亏,容易阴沟翻船,远程射击的话,他如果有防御道具,爆裂手枪的威慑力就大大减弱。 有一个办法可以吻赢,那就是祭出红武鞋,缺点是,一,我的在无数观众面前尬武。 二,过早暴露这件底牌了。张元清沉吟依下,忽然有了主意,我可以向白虎卫申请道具使用啊,帮派福利,为啥不好好利用。 他不觉得依赖道具有什么错,自古以来,纵观人类的战争史,那就是一部武器的升级史。 从石器到青铜,从青铜到铁器,再到热武器的开发和应用。 人类一直在用工具壮大自身实力。灵镜行者也是一样,职业是单一的,在墙也有个限度,但道具是丰富的,可以排列组合出许多战术。 至少在超凡阶段,道具的作用非常重要,而到了圣者镜,道具的数量锐减,代价提升,除了一些特别好的灵镜行者,大部分圣者能使用的道具,不会超过三件。 其实就算超凡阶,道具也是很珍贵的,是官方太土豪了,向上几届一届,向同事借一届,凑出几件毫无难度,民间组织,散修,就没有这样的待遇。 这么想着,张元清打开白虎卫的帮派仓库,向帮主提交了查阅道具属性的请求。 丁!父亲杨向您开放了部分权限。 部分权限,是之开放了超凡阶道具的权限。 张元清破不及待的浏览仓库道具属性。 十几分钟后,张元清挑选出一件道具,向帮主发出申请。 丁!申请通过,请在物品栏查阅道具。 张元清打开物品栏,取出那件道具。 这是一面蓝水晶打磨而成的镜子,小巧玲珑,触手冰凉,静身有水波般的纹路荡漾。 名称,净花水月。 类型,镜子。 功能,分身,净化水质。 介绍,水之精华雕琢而成的镜子,可净化水质,凝视镜面超过三秒,召唤依据镜像分身,分身复制本体所有技能,维持时间十分钟。 备注,缺失方向感,手脚不协调,是不是觉得挺萌? 其实张元清本来想选择一件制造水雾的道具,以此蒙蔽过河族的洞察,但事后又被称为真眼,超凡净的水雾,未必能挡住人家的视线。 于是选择这件可以制造分身的道具,增加过河族的负担。 丁一个人,和丁三个人,难度不是一个等级。 时间快速流逝,到了十一点,他耳边响起钉的一声。 三十秒后进入灵境,您本次进入的灵境为熔岩池,编号,1233。 难度等级,B。 类型,多人。 主线任务,经受火焰灼热的魔力,击败熔岩怪物。 备注,非灵境物品不可带入。 张元清带着殷尸进入副本,头顶是碧蓝的天空,白云鸣而不动。 他身处在一处火山口,灼热的空气中夹杂着呛人的硫磺味,山峰一来,热浪逼人。 身下两米处,是翻涌着的,鼓鼓冒泡的熔江,熔江里立着一根根直径半米的石柱,探出熔江表面的长度约一米。 这应该是火狮的专属灵境,副本任务很简单啊,承受火焰的炙烤,打败岩浆底下的怪物,不愧是火狮的灵境,简单无脑。 张元清收回目光,望向四周。 这次张元清没有去找关雅的身影,因为太空旷了,火山口的直径近百米,足以容纳数千人,官方组织的成员三三两两地分散在火山口。 赤后的目力比我好,关雅如果想找我,肯定会摸过来,如果他不摸过来,我就和他绝交。 张元清心理想着,便见一位赤发青年纵身跃入岩浆池,在一根石柱上立定,朗声宣布规则。 火焰二十秒喷发一次,熔江底部的怪物一分钟出现一次。 现在,请第一组选手入场。 声音滚滚回荡,在众观众的注视下,土地公和长江破浪同时跃入岩浆池。 长江破浪是一位气质阴柔的年轻人,五官不错,眉眼柔和,乍一看很像gay。 他望着对面的土地公,无奈道。 老爷子,匹配到你运气已够差了,没想到居然随机到火师的副本,哎,真是晦气,就当来完了。 身为水鬼,遇到这种场地实在太糟糕了,控水能力几乎作废,作战之凭肉体力量。 但没办法,随机场景就是这样,只能说运气太差。 火师副本怎么了,火师吃你家大米了? 上方有人高声骂道。 叼着雪茄的土地公笑呵呵道。 火师副本还挺舒服的。 五行火生土,在这样的场景里,土怪能发挥出更强的战力。 角落里的红发青年高声道。 比赛开始。 这场没有悬念,长江破浪支撑了20秒, 在第一次荣江喷发中,忙于抵挡灼热荣江的他, 就被无视高温的土地公进身,拳头抵在脑门,主动认输。 十分钟后,红发青年宣布道。 第二组上场。 话音落下,荣江池某处,一道火蛇字破碎的气泡中喷出, 继而凝成一个红发少女的形象。 他站在一根石柱上,双手抱胸,昂起下巴, 呲牙笑着,又得意又眉心眉肺的模样。 这丫头,感觉丝毫没有面对榜一的压力。 张元清新说。 同时,他听见了脚步声,侧头一看,是关雅。 老司机又换上了黑丝袜,套裙,白衬衣的职场女神装扮, 值得一提,他在角逐16强的战斗里,输给了黄金甲。 关雅的步枪在超凡净是大杀器,限于威力不能使用, 而黄金甲是土怪,关雅的格斗术虽强,奈何打不动人家? 你来了。 张元清满意一笑。 关雅笑咪咪地审视他,怎么,很满意? 他没等张元清回应,轻飘飘地岔开话题, 这一轮会很精彩,荣江池是伙师的主场, 精卫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伙师的战力, 照成黄不好受。 张元清挑了挑眉,你看好精卫。 如果精卫能赢,那妥妥的年度大黑马。 关雅摇摇头,不好说,但有一点是肯定的, 赵成黄想在这里打赢精卫,怎么也得用上阴师, 你要好好看,了解赵成黄的战斗习惯, 至于底牌,就看精卫能逼出多少了。 前几轮的淘汰赛里,赵成黄甚至没使用那句四级阴师。 张元清点点头,看着场内大打咧咧, 没心没肺地将精卫,感慨道, 有时候真羡慕火师,念头纯粹,没有压力。 说话间,两道人影跃入火山口, 赵成黄一身黑衣黑裤,神色冷漠, 眉宇尖透着高傲。 另一道身影试着上身,穿一条黑色长裤, 一块块肌肉如钢水胶筑,饱满坚硬, 眼神凶残暴虐,缺乏灵智。 火山口四周,议论声一下子高涨, 甚是嘈杂。 今日角逐八强的战斗, 最大的看点就是江金卫对赵成黄, 原始天尊对过河族。 比赛开始。 早就迫不及待的江金卫, 当即张开双臂,猛地往上拖举。 煞时间, 一团团融将凝成的火球, 自池里升起, 缓缓悬浮在赵成黄四周。 啪! 江金卫帅气地打了个响指, 一枚火球呼啸着撞向赵成黄。 赵成黄威然不动, 那具殷尸自动护主, 挡在火球飞行的轨迹前, 单掌探出, 轻轻一捏。 砰! 火球炸裂, 容将顺着殷尸的手掌低落, 高温不能伤他分毫。 膨胀的火焰里, 将精卫身形浮现, 焦翅一声, 缠绕火焰的拳头, 狠狠砸向殷尸。 殷尸拳头也燃起火焰, 两人对了一拳。 轰的一声巨响, 如同C四炸弹爆炸, 他们脚下的容将猛的衣尘, 继而掀起明艳艳的波涛。 殷尸亮呛后退了一步, 将精卫择姿牙咧嘴地飞退。 见状, 赵成黄眉头一挑, 他这具殷尸可是四级火狮炼成, 这少女怪力惊人。 好厉害, 我打不过他。 将精卫甩了甩胳膊, 看向赵成黄, 那我就打你。 话音落下, 赵成黄身后几米外的火球爆炸, 将精卫火形而至, 小妖迸发出强大的力量, 凌空抽出一记鞭腿。 啪! 赵成黄抬起格挡, 被这股庞大的力量踢得腾空而起, 跃至旁边的石柱。 殷尸立刻回身救主, 扑向将精卫。 轰! 赵成黄侧面两米处火球炸开, 将精卫身形浮现, 探手往容江池里一捞, 捞出一根流淌着容江的长边。 奋力抽出。 赵成黄有些仓促地跃向左侧的石柱, 鞭子抽在容江池上, 见其明亮的容江。 痴痴! 双引号。 容江剑在身上, 他的衣服融出一个个孔洞, 模样有些狼狈。 不给他喘息的机会, 将精卫的第三波攻击转瞬极致。 火山口, 张元清看着将精卫借助漂浮在半空的火球, 一次次施展火形, 把赵成黄逼得狼狈不堪。 而殷师一次次试图扑杀敌人, 都只能无奈地看着他化作火焰消失。 他感慨道, 很聪明的战略, 这样能有效避免一打二, 但太消耗体力了, 反观赵成黄, 看似狼狈, 但每次都能避开, 消耗不大。 他再有一时地消耗精卫的体力, 很快就会反击。 这个时候, 九宫未果的江精卫, 不再施展火形追杀赵成黄, 而是小豹子般奔向殷师, 侧头避开他的直拳, 拽住他的手臂, 猛地依拉, 试图把他拽下戎僵尸。 他的思路很明确, 分化敌人, 逐个击破。 既然解决不掉赵成黄, 那就解决殷师。 这具殷师生前虽是火师, 有强大的火炕, 但毕竟失去了火师的大部分技能, 将精卫自信能在溶江里干掉敌人, 而身为夜游神的赵成黄, 不可能跃入池底。 就在这时, 将精卫肩膀陡然一沉, 呼吸开始紊乱, 手脚旋即酸软无力。 抓住这个机会, 远处的殷师踏裂石柱, 如同炮弹搬射来。 啪啪啪。 燃烧火焰的拳头, 一下又一下地砸来, 掀起沉闷的气浪。 将精卫像是擂台上处于劣势的拳击手, 竖起双臂格挡, 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狂暴的攻击, 好几次他想施展火形脱身, 但火焰刚涌起, 就被打断。 他脸色肉眼可见得苍白下去, 但眼睛却越来越凶残, 越来越暴躁, 怒火一点点的积蓄。 场外, 只有夜游神能看到, 将精卫肩膀趴着一个嘴唇乌黑的白铜怨灵, 正是他在攫取着将精卫的精气。 非夜游神行者只能猜测赵承煌使用了灵仆。 这个灵仆的能力和山神庙的趴尖怨灵一样, 是加强版的趴尖怨灵, 赵承煌应该不止一个灵仆吧, 就看精卫能不能逼他出更多底牌了张元清目不转睛的看着。 目前来说, 精卫的攻击虽然凶残, 但其实没让赵承煌动真格。 咔嚓。 终于, 在四级阴尸暴雨般的攻势下, 将精卫小臂传来骨折的声音。 也就是这个时候, 赵承煌消失了。 火山口的观众秉熙灵神, 死死盯着场内。 很显然, 这位榜一的天才人物, 隐忍多时, 终于施展了夜游神的技能, 终于出手了。 下一秒, 知听轰的一声, 灼热的熔江升空, 冲起三四米高, 火山喷发了。 就在将精卫两三米外, 受到攻击的赵承煌狼狈的退出夜游状态, 提表笼罩一层黄蒙蒙的光晕, 排开铺天盖地的熔江。 与此同时, 将精卫的怒火积攒到极限, 借着这股喷发的熔江, 一股脑热的爆发。 他纤细的身躯爆发出比熔江喷发更狂暴的力量, 他的红发一根根竖起, 他的双眼深处, 似有火焰燃烧。 张元清听见身边的官雅诧异道。 暴怒者。 远处, 近处, 观众群里同样传来类似的惊呼。 暴怒者, 胜者净火师的招牌技能。 他愣了一下, 旋即一阵惊喜。 这下能逼出赵承煌的底牌了吧。 PS, 措字先更后改, 今天小卡文。